有求清班、姬曉恩清班 還有那些四種紙班碟的話 這個是他們最好的蜜圓 高是否則然 生態專家向學員解釋 就是一種題目 是什麼種類黑條要吃的事炒到灰灰 不一定替當中現黑條王國工作 真是最重要的改端 就是搭造適合黑條生長的環境 想要搭造黑條的生活環境 當然就要有黑條要吃的事炒到灰灰 在保護蝴蝶上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要有食草給毛毛蟲吃 要有蜜圓給成蝶吃 那這兩部分都完成以後 還需要有比較避風、比較溫暖 有很多植物的地方 讓它下雨的時候可以躲 晚上可以休息 在中現部裡黑條王國的家園中 已經選出10條黑條素量最多的寶島 今天特別帶領學員來和禮儀 出了翻譚寶島 主要就是這裡有17種黑條 要有方法是炒到灰灰 可以讓學員人生蝴蝶整理 和伊蘇蘇蘇亞結論 每一種蝴蝶 它的生態 它必須吃哪一些食草 吃哪一些蜜圓 他們的可愛點在哪裡 先讓他們了解蝴蝶 愛蝴蝶 他們就有辦法 很專業的 很細心的 很認真的 把這些蝴蝶的棲息地 保護得很好 透過專家的介紹一支水平 學員黑條過去 沒有機會黑條地性 也近一步了解黑條實現到生態 他們希望之後 可以做適合的生態環境 聽說黑條實現彼背來背去的景象 這個是我們平常在學校 可能比較少的課程 所以讓我們可以很豐富的 知道蝴蝶的 包括生態以及它所有的內容 我本身對蝴蝶就很有興趣 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那種 生命的生命教育的那種地層 我覺得剛好有這個機會來這邊 學習一些後面的嘗試 它對我們家園營造我覺得很好 先古兵文教基金會表示 目前推動是加蝴蝴蝶 跟蝴蝶的蝴蝶的環境營造 希望民眾在騎街街邊 甚至是社區街頭 都可以營造適合蝴蝶的環境 大陸種一些蝴蝶需要是炒到灰火 只要有後事物來完 整天蝴蝶蝶比飛來飛去的景象 就很簡單可以展現出來 接著蝴蝶蝶採風報道 在小熱球也有一些 好